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养老方式才可以安享余生 我是一个退休12年的资深老人 是的 虽然才62岁 但我们单位刻意申请50岁时退休 干了一辈子财物 琐碎得很 早点得到亲近也不错 虽然早退会减少一部分收入 可是那有啥呢 反正这样退休 工资也有三千多 我就一个人 父母在我四十多岁时已抱汉离去 他们愿我不结婚 不生小孩 我还有个姐姐 比我大两岁 她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如今也已经当上了奶奶外婆 我父母疼爱我多一点 因为我是他们自己带大的 姐姐小时候又在老家亲戚那儿 九岁才回来一次 说说我为什么单身呢 还不是因为二十多岁谈恋爱被骗 对方是个大学生 我那时候已经工作 每个月还给他寄钱去改善生活 后来呢 他骗我工作回家乡 就不安排了 留在读书那个城市 才国家给安排 还承诺等自己安定下来 去那边的工厂 也给我找个财务杆杆 后来没等到他来接我 倒是传来他和他们单位 科长的女儿订婚的消息 这个初恋让我一度很消沉 但这并非是我单身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由于高不成低不就吧 一直单着 也介绍过几个男的接触过一阵 最后还是觉得一个人过比较舒服 其中一个是我三十二岁时谈的 当时也是父母逼着 差点就去领证了 前一天因为被发现 他去打牌喝酒吵了一架 不了了之了 也是我年轻时候赌气吧 虽然那时候不算年轻了 但还是有几分姿色 对方也求过原谅 但是我还是比较偏执 无果之后 他转身去找了一个比他小九岁的姑娘 他跟我同年 第二年 孩子都出生了 如今 他已经是我们这边一个比较大的企业的董事长 这些就不多说了 万般皆是命 后来就一直一个人过 我有一套小面积的房子 七十多平方 另外存款也有三十多万 自认为养老在物质上面还是不愁的 精神上呢 有一帮小姐妹 男性好朋友也有两个 一个是我前同事 也已经退休 六十五岁 他丧偶了 另外一个是比我小五岁的学弟 他是有家庭的 他的老婆跟我也是好朋友 有时候 我家什么家电坏了 都是他帮忙来修的 他老婆也经常包了饺子 让他儿子送来 他儿子还认我当了干妈 我姐姐的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儿子去了外地就不说了 女儿在本地当老师 已婚 生了一个女儿 女婿是县里的公务员 仕途前景还不错 我姐姐曾经婉转地说过 以前太任性 她也管不了我 如今都步入老年了 她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太好 怕比我先走很多 也照顾不了我了 让我考虑下 如何养老的问题 姐姐建议 让她的女儿女婿 给我养老 以后百年以后 房子转给他们 我倒是觉得 这个提议也不错 毕竟人死了 要房子干嘛 总归是要处理的 还有一个养老的方式就是 之前说的学弟他儿子 认我当了干妈 也是表达过差不多的意思 另外 我那个丧偶的同事 频频给出信号 让我跟他 搭伙过日子 他是有儿子的 也已经成亲生子 至于我跟他在一起后 最好还领个证 那么 我不用解释 大家都会明白 财产以后 会被如何处理了 我的那些小姐妹 让我以上方式都不要选 以后跟他们一起抱团养老 所以 在这么多的选择当中 其实我的内心 更倾向于最后一种 我的晚年 自己做主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老年人再婚的根本意义 更多在于养老 因为老年人独身生活 通常会给他们的心理 精神 生活 造成一定的压力 和负担 不过 无论是通过再婚 还是通过 亲戚朋友照顾的方式 为自己晚年寻找出口 终归 还是不被 提倡的方式 晚年的幸福 应该牢牢地 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78岁的刘大爷 在经历了子女家 轮流养老后 也非常认同 这一观点 他说 人到晚年 不能全指望儿女 更不能指望去养老院 只要我们提前做好 这四点规划 也能过得很好 二 刘大爷 78岁 我们这一代人 年轻的时候 人们都喜欢多生孩子 孩子多了 就意味着老有所养 但是 到老了才发现 其实孩子多了 未必是件好事 尤其是子女之间 互相推托 都不想承担养老责任的时候 我们的晚年 更凄惨 我今年78岁 我有三个孩子 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我们原本以为 孩子多 到老了的时候 孝顺得多 给我们养老的 就会更多 但是现实 却刚好相反 退休后 我和老伴 都有退休金 加起来 有5000多 虽然不是特别多 但是足够我们两个 日常花销 并且还能存一些余钱 将来养老用 但是孩子多 也就意味着 花销多 两个儿子结婚成家 我们要给他们买房 一个儿子20万 两个就是40万 女儿开店的时候 我也资助的10万 这些花销 基本上掏空了 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后来 大儿子想卖了 原来的房子 换套大房子 又开口 跟我要10万 做父母的 总想给孩子最好的 所以 我们又咬咬牙 给了大儿子10万 为此 这10万 还让二儿子和儿媳 很不满 怪我们偏心 75岁以后 年龄越来越大 我和老伴的身体 都开始出现 各种小毛病 老伴有高血压 糖尿病 我自己的身体 也是各种问题 腿疼 腰间盘突出 所以照顾老伴 也是越来越吃力 后来 我就跟三个孩子 商量着 到孩子们家里去 轮流养老 每家 一个月 先是去的 大儿子家 大儿媳 已经退休了 在家 带孙子 他们家房子大 当时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给出了20万 后来 又出了10万 所以 我们老两口觉得 他们理应 在我们岁数大的时候 给我们留一个 老年房 大儿子家的房子 是个套餐 两难一北 没想到 坐过去之后 儿媳 就让我住 那个最小的房间 里面 已经好久不住了 全是灰尘 儿媳 也不给打扫 就说 我要看孩子 没时间弄 你们自己 收拾一下吧 老伴怕冷 就跟儿媳妇商量 想住那个男物 但是儿媳妇却说 那个是留给 大孙子一家的 他们每个周末 都要过来住 有时加班的时候 过来接孩子 也会在那睡 没有办法 我和老伴两个人 收拾了半天 就这样住下来 虽然心里面不舒服 但是也不能说什么 大儿子 平常要上班 所以白天 大多是大儿媳 和小小重孙在家 他平常要带孩子 所以根本没有时间 照顾我们 连饭都不做 自从我们来了之后 买菜做饭 都是我们的事 关键是 大儿媳还动不动 先饭菜咸了 淡了 有天晚上 老爸实在忍不住了 生气的就和我说 你非要嚷嚷着轮流养老 这还不如 待在我们自己家自在呢 这涂的啥 第二家 就是二儿子家 二儿子家 就两个卧室 原本就对我们资助老大家十万 说我们偏心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能明显地感觉到 二儿媳妇的态度不是很好 二儿媳和儿子 每天都要上班 早上二儿媳从来不做饭 基本每天都是出去买早餐 倒显得我们在一边 爱手爱脚了 所以 在老二家 我们住了不到两个星期 就委婉地走了 最后一站 是女儿家 我和老伴后来 直接就打算不过去了 我们从老二家 就打道回府了 要想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唯有靠自己 做好这四点 提前规划 未雨绸缪 靠谁 都不如靠自己 一 尽量保持身心愉悦 多锻炼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比什么都强 二 学会攒钱和理财 提前为晚年 留出足够的养老金 手里有钱 晚年财不慌 三 退休以后 要学会适当地拒绝 不能把所有的钱 都花到子女身上 很多老人为了子女 掏空积蓄 但能到自己岁数大了 万一身体有个闪失 这个时候 再从儿女手里要钱 那可就困难多了 退休以后 原本就没有收入 唯一的依靠 就是退休金 这个时候 即便子女再困难 但是他们还年轻 有的是利器 而老人自己 才是那个需要关心的人 所以给子女钱 也要量力而行 一定要在照顾好 自己的基础上 四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尽量不麻烦子女 两代人生活观念和习惯不一样 住在一起久了 难免会有各种矛盾 老人被嫌弃 靠子女养老 远不如靠自己来得舒心 而靠自己 最主要的 还是要身体健康 和手里有钱 所以 晚年养老的路上 我们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就尽量不要麻烦儿女 即便是最后 真的到了最后身体 不能自理的时候 如果自己有钱 可以请保姆来照顾 这样儿女有孝心的话 还会主动来看看我们 陪我们说说话 这样彼此不为难 到了晚年 最重要的是守住底线 在经济上 为自己提供保障 有经济独立能力 满足晚年 养老看病 请陪护的费用 这个时候 不管进养老院 还是选择社区养老 或者居家请保姆 都有较大的自主权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